2022花莲青年梦想家提案竞赛在省府大理堂举行的颁奖及成果茶会 这个提案是华联县政府为了提升青年学子对公共议题关注所举办的 现场学生为亲自颁奖表扬获奖团队 也勉励学子们能够和地方产生连结共创美好的华联 2022花莲青年梦想家提案竞赛在华联县政府大理堂举办颁奖及成果茶会 现场学生表示相当开心共同建设学生们提案以及创造在地连结的过程 让孩子透过提案的计划对社会与生活产生链接 对如何优化现况产生憧憬 昨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昨天是我们的这个提案 我们的亲资亲我们的HSH的提案的实践 而且已经成品 然后昨天是我们商业上的媒合会 就等于说有创投基金 有天使基金来辅导你 来给你第一桶金 然后让你往前你的事业创业往前走 所以昨天有三个团队是被选上 雀屏重选是被选上创投来投资的 这就是花莲的创新的能力 创业的能力 而今天看到了这些的孩子 各位同学你们就是台湾 一个台湾一个真的落实去实践 而且未来台湾的新希望 我们更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年拙在花莲 成为花莲年轻的力量 好不好 好不好 而我刚才听到了其实有一些案子 都可以继续来实践下去 比方说我们刚才的与动物的部分 这个动物我们的那个导览或是 这个部分其实这就是一个地球永续的概念 而也是让花莲我们很多的动物能够被看到 而且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以比方说这个湖浮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湖浮除了农业处在做 我们的建设处建设处也在做 这是一个生态的路线 青年发展中心表示 相当开心看到花莲青年学子们 对花莲这片土地与社会人文的关怀 并且藉由创意发想 展现梦想时间的机会 以及在地接轨的支持 随着后疫情的时代来临 花莲新的政府将持续 攜手与现在青年学子合力推动地方亮点 与青年梦想家多元合作 永续城市以及社区共创地方永续发展 记得喜欢观众老